秘鲁著名的景點馬丘比丘突然宣佈關閉 國際中心記者柯信瑩要帶我們了解最新情況 好 現在您看到秘鲁的反政府示威行動 現在是已經進行到了第六週 不過呢 因為這個示威活動還在持續進行 也讓秘鲁的政府宣佈說 怕這個抗議會蔓延到影響遊客 以及會影響到文化遺產 所以現在他們決定要暫時關閉 全球知名的旅遊景點馬丘比丘 還有連接當地的這個印加古道 不過呢 因為現在呢 這個馬丘比丘這邊還有大約是300名的外國遊客 還是受困在等待撤離 但是我們也帶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秘鲁會有這一次的反政府的行動呢 最主要是從去年的12月開始 當時前總統的卡斯蒂約 他遭到彈劾 被控叛亂罪 然後最後被駁 不過呢 因為卡斯蒂約的這個 他的支持者呢 多半都是一些基層的人民 因此啊 他們就發起了示威活動 那主要呢 也是要跟現任的總統來抗議 不過呢 示威至今啊 超過六週時間已經有這個46人喪命 甚至還包括警察 那甚至在這個1月20號 全國多地的衝突呢 也是達到58人受傷 預期這個世衛的活動呢 還在持續進行 好 而接下來英國的活動 不知道觀眾朋友會不會有興趣想親自去看 在《花康王子》又是紀錄片又是傳記的連連狂批當中 一直保持沉默的英國王室 把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加冕的細節排出來了 不過哈利跟梅根夫妻倆會受邀嘛 有請信義帶我們看看目前有什麼消息 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呢 這個英國新國王查爾斯三世他的加冕典禮 現在呢 白金漢宮有釋出更多的細節 首先呢 就是這個加冕典禮 預計是在5月6號的時候會舉行 而且這個慶祝活動會一連舉行三天 不過最特別的呢 會是在這個7號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加冕音樂會 那在音樂會上面呢 有一個合唱團 他們要準備來獻唱 那合唱團的成員呢 非常特別的是 他們包括是難民 還有保健署人員 LGBTQ等 還有聽障人士組成 最主要呢 就是要來象徵這個大英國協呢 是這個很多元的文化 那另外呢 這一次的加冕典禮呢 會是在這個歷史相當悠久的西敏寺來舉行 同時呢 王后卡蜜拉呢 也會一起加冕 那這個禮拜呢 會是由英格蘭教會的主教長主持 不過大家最關心的 當然還是說 這一次的加冕典禮呢 究竟這個人在美國的 哈利跟梅根有沒有受邀參加 不過目前呢 白金漢宮針對哈利梅根會不會參加 是沒有多做說明 只是呢 這個英國的媒體人士啊也報導說 很有可能呢 會因為這個哈利跟王室之間的關係 或許兩個人呢 都會各退一步 因為最主要呢 這一次的這個加冕典禮啊 還是英國 希望呢 能夠來維持 同時團結整個大英國邪 好 不過眼前呢 要注意的是 明天開始天氣會逐漸變冷 大陸黑龍江已經很冷了 接下來信一役啊 但我們看看又冷出什麼樣的狀況 好 我們再來看到呢 中國大陸的黑龍江地區啊 向來是以低溫著稱 不過今年可說真的是非常冷到超級冷的地步 首先呢 是在這個一月二十號 也就是中國節期的大寒的這天呢 在當天的早上七點四十八分啊 這個黑龍江的地區 試測到了-50度的低溫 這是創下了五十四年來最低溫的紀錄 那到底是有多冷呢 根據當地的民眾就表示說 他們把手機放在口袋半個小時 竟然就因為這個效能太差了 會自動關機 也是因為天氣太冷的關係 但是呢 只要你拿出來拍個五六張照片 同樣因為手機太冷 立刻就沒電了 但是你只要拿回房間 因為房間裡面是很溫暖的嘛 所以立刻這個手機 又是呈現滿電的狀態 另外在當地工作的一些居民 也表示說其實非常辛苦 因為他們想要喝到熱水 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只要把這個水放在保溫杯 但是不到一小時的時間 這個水就會結冰 根本就沒有辦法喝到熱水 所以這邊的居民就說 其實之前最低溫大概是在負四十度左右 不過今年是格外冷 因此他們是穿上所有的這個預寒裝備 包括這個毛衣 毛褲 甚至是帽子 圍巾等等 都還是擋不住 可是天氣這麼冷 但是還是不減這裡的觀光熱潮 黑龍江有很多地區表示 居民表示說呢 其實有很多人是特地來到這裡 就為了體驗一下當地的低溫 好 帶您看到呢 這是TVBS的娛樂頭條呢 掃描這QR Code 或是加入賴好友 TVBS娛樂頭條 帶您掌握娛樂大小事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